很多的例子都會有這樣子 那我希望你從自見之彩的 利息資本化的這個關於 去衍生到未來你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是要怎麼去看斷 它不符合利息資本化的精神 我可以怎麼算它利息資本化的精神 因為這個都是可以適用的 所以我把13分還原回去給你 但是請問考要考 要考利息資本化 因為第七章裡面 就是新的東西就是現在第一個利息資本化 到今天我們所講的都沒有新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在初派裡面講過的 我今天所講的東西都在初派裡面 我們上課都已經上過的 唯有利息資本化是初派裡頭沒有講過的 唯有這個地方是初派沒有講過的 我們既然上到中派 當然利息資本化必然你必須了解的人成 所以期末考利息資本化 會考 好 可以嗎?好,了解囉 我把13分還給你 但是你要記得 吉諾考這個要考 所以你還是要把它搞清楚 好 雖然時間不太多 但是呢 我把第五題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呢 有兩個好玩的地方 第一個 他們有直接告訴你 他的支出的金額 好 但是他這裡告訴你呢 請你看一下第三小 第三點 第三小點 第三小點呢 說特技的工程支出都是平均發生的 每一季的總支出 叫上一季成長百分之十 所以呢 這個例子裡面 你已經知道 差八年 就是差八年的 他的 最後 他的支出量才開工 最年經過兩季 他的累計 工程的累計支出 全部有八百四十萬 好 那他的規則都是 每一年 每一季的支出 都叫上一季成長百分之十 所以呢 這個例子裡面 好 這個題目裡面呢 我先跟大家講 第一個 你要先去算 你的支出的金額 好 欸 家綺呢 你不是要答應幫我擦鍋子的板 擦一板嗎 嗯 好 下次 還記得 好 因為我擦了就可以想到 我應該有個職遇生意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那到底我們每一季 一開始的是多少 第一季是X 再來是1.1的X 兩個加起來是840萬 所以呢 我就知道X是多少 四百萬 好 所以呢 我們開始看一下 X8年的4月1號到X8年的1季 6月30號 然後X8年的7月1號到X8年的9月30號 然後X8年的10月1號到X8年的12月31號 就四季完了 就是四季 好 六季 所以第一開始是四百萬 四百四十萬 四百八十四萬 五百三十二萬四千 然後你自己去往下算 好 這是我們一季的支出 然後第一個 我們就想說利息資本化 因為它專案借款8百四十萬 所以到這裡 接下來都要 這邊的利息都要用什麼 它的加權平均 一般借款的加權平均的利率 所以這邊呢 我的利息資本化的專案借款 是必然的 因為專案借款 好 八百四十萬 乘上利率是百分之八 好 百分之八 然後因為我是從4月1號才借 因為從開工一直開始借 就這邊 所以我的利息是五十萬四千 因為我沒有計算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從這個時間點 對喔 好 到這個地方呢 我是都要用專案借款 但是這個呢 我就開始用不去專案借款 是一般借款 那一般借款呢 我的利率 一個是六百萬 一個是四百萬 利息呢 六百萬是三十六萬 四百萬是二十八萬 所以我的利率是百分之六點四 所以第 差八年的十月一號開始 這個 起初是零 然後到這個 第四季結束是第一季的 一開始是零 然後呢 大概是八百四十萬 八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四萬 除以二 這是零 平均 乘上百分之六點四 就是年利率 所以我去乘上十二分之三 就是一季啦 好 所以這邊是四分之一 所以我差八年的利息 就是這樣算出來的 四百八十四萬 除以二 乘上點零 六四 除四 好 所以是三萬八千七百二十 加起來 好 加起來 這是計平均啊 所以我用計利率 所以加起來是五十四萬兩千七百二十 就這樣買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差九年 所以這是第一個答案 那我算差九年的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我應該從這裡開始 都是用什麼一般借款利率囉 好 從這裡開始都是一般借款利率 所以一開始八百四十八萬 我要算第一季的利息 第一季的利息 好 就是到六 三月三十號 一開始是八百四十 八百四百八十四萬 然後加上這個第一季開始 好 是零 其初 第一季的利開始是零 加上五十三萬 五百四十三十二萬四千 就是 計平均除以 就是其初將其末除以二 加上一開始四十八萬 好 分一下好了 好 所以這邊是七 七五二十三 好 然後看一下 第一季 好的 第一季 我的利息是 1 3 2 3 2 好 再来算第二季 第二季一开始 就是这两个季了 好 这是第二季一开始 所以484万 加上 我们现在二十 所以是10164万 加上 好 我这边把它算出了好 所以成长的3240万 成长10 所以是8 6 4 0 好 所以呢 第二季开始 我算季平均的 好 这边要花笔一下 你这个数字加起来 可以成长百多次 6.4 好 这 加上 194 成 164 所以是 20 details 194 成长 好 然后209475 结一下 第二季的曆行 209475 好 第三季 第三季的曆行一开始 這邊是三個桿 84.45加上111.64.15 第三季開始 160.2014 1加上 這一劑 85.64.5 160.40 170.16 160.2014 好 再加上 零加上六四四五二十五分除以二 乘下一般皆反利率 乘上四分之一 乘下七五五四五分之一 我可以利息资本化的金额上线 先算出来 好 我有840万乘上8% 我现在算差久年度的 因为还有9个月12分之9 好 然后呢 另外我一般借款利率是不是 这边的600万乘上6% 加上400万乘上7% 可是它也是占了什么 12分之9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这边是50万4千 这边是48万 这9个月我实际上的利息支出 所以加起来是98万4千 但是如果我把这边的利息资本化的金额相加 还要加一个 我这边9个月的50万4千的放任借款 我把利息资本化计算根据我们的规则算出来之后 我的利息资本化的金额是1141370 已经超过我实际上面的发生的利息 所以这是我的天花板 我的金额不能超过这个 所以差9年我的利息资本化就是这个金额 好 所以我把全部的工程支出 加上我利息资本化的金额之后 一共是3200 你自己加一下就好 3238万 3238万9160 但是呢 根据公平价值或公平价值的话 查完整个2500万 所以我产生自建准施是738万9160 好 这个 例行资本化这一题的例子是课本里面的 好 那我在这里再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 这个例子呢 至少我有考 第一个 考到呢 我的天花板的问题 好 你不要傻傻的 好 我这边去我的 我去设计算利息资本化 你去设计算下来 好 差9年我看利息资本化的事情 就是114万1370 经过你实际上 这9个月的利息资助 实际是有98万4千 这是你不能超过的天花板 这是你的上限 好 所以我最后能准备 这么多的金额为利息资助 好 能准备 可以差9年我可以利息资本化的事情 就是这个 好 其实这边 这边有个地方小小的问题 因为这边我其实都忘记加了什么 因为我这个答案是凄产 因为我实际上 如果按照利息资本化的 去设计算的金额 会比这个很高 因为我这里都忘了加 这个金额要加 利息资本化的 54万2千720 好 这边没一个 实际上我如果按照利息资本化 算费的金额一定会比较高 我这边可以算一下 547 542 720 542 720 乘上点 564除4乘3 所以是2 2万6000 0主十一 好 所以这边边再加上 2万6000 如果按照利息资本化 我绝对设计算的 利息是 116万7千420 好 这是利息资本化的问题 好 因为这个利息资本化的问题 然后呢 如果待会 这个利息资本化也好啦 或者是金额上的东西 总共有你的话 你都可以留下来 待会这边就出门了 好 那我们去报告一下课